19號請上台 大家好 我是編號第19號 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路燈阿亮亮亮亮亮 小山旁邊有一個路燈公廁 做路燈的老師傅很節省 不喜歡浪費原料 有一次他做了一批路燈 最後只剩下一點水泥 他就將水泥全架帶 最後一根路燈上 做成一支很高很高的路燈 還給他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 一叫阿亮 路燈出場以後 都平時到路燈學校上課 學習移動圍不動的戰力姿勢 這種訓練是很嚴格的 不可以隨便打個搔羊 打客氣 阿亮很認真學習 一下子就畢業了 阿亮被送到重訓裡的公務區 去等待新工作的到來 這天一條崭新的道路 在五環工的 旅長發出口令 旅長發出口令 高教各位 旅長們聯盟排排正好 鑽德距離一模一樣 路燈一模一樣 非常滿意的巡視了一圈 不然揍起眉頭說 走 你不能當路燈 第一 如果其他路燈高太多了 站在一起不整齊 第二 從那麼高的地方 找不到地面 一點用處也沒有 阿良狠不出去 為什麼說不定就是有人喜歡看高高低低大路燈啊 可是巨匠嫌我太高照不到地面 我就沒話說了 阿良的腳邊黑漆漆的真的不夠亮 阿良只好難過得回到冷冷清清的床座 郊外有一塊河床地 地矮的木頭房子裡住的小男孩和他的爸爸 有一個下雨的晚上 然後還爸爸強調他的車回家 一不小心 哎呀 結了一家 住了好幾天醫院 這件事情傳到市長的兒裡 馬上派公務局局長去查看 在這種偏遠的地空中 住了一個尿尿高不少錢啊 局長很呼吶 忽然他想起床庫裡的阿良 終於阿良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 雖然是一塊河床地 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他卻照亮了男孩爸爸一條可以安全回家的路 小朋友和我們跟阿良一樣 也許跟別人有些不一樣 但絕對不能忽視自己的才能要 相信自己的標誌 在最適合自己的地方的地方最燦爛的購買 我的故事到此結束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時間才306秒